欢迎收听杨继绳著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第一章 破冰 走出毛泽东的阴影 第七节 四项基本原则 尽管邓小平一再讲要解放思想 一再讲要扭民主 但是他的解放思想和民主都是有限度的 理论无需会上的过激言辞 西单墙引发的群众请愿 上海知青的抗议活动 使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少人感到 这些将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更多的人害怕这样下去 会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 影响社会安定 因此有一些人是认为 不能让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 事过七年以后的1987年 胡耀邦下台时 在天津当市长的李卫环说 我当时就向胡耀邦建议 砍掉西单墙 他还犹豫不决 邓小平当时一定也听到了类似李卫环的这种建议 他可能也感到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受到威胁 他降低了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调子 改变了支持西单墙的态度 1979年3月30日 在理论务区会将近结束的时候 他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 他说中央认为 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 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这四项是 第一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都知道 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 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 粉碎四人帮已至三中全会以来 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 中央认为 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 因为某些人 哪怕只有极少数的人 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 这是绝不许可的 每个共产党员 更不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 绝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 有丝毫动摇 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 任何一项 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 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中央这样提出问题 是不是小题大做 不是 情况的发展使党不得不提出这些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 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现象 有一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 劝告解释 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 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 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 冲击党政机关 占领办公室 实行静坐 绝食 阻断交通 严重破坏工作秩序 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不但如此 他们还耸人听闻的提出什么反饥饿 要人权等口号 在这些口号的煽动下 一些人示威 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 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 有个所谓的中国人权小组 居然贴出大字报 要求美国总统 关怀一下中国的人权 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 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 有个所谓的解冻社 发表了一个宣言 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说这是分裂人类的 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 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 上海有个所谓的民主讨论会 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 打出了大幅反革命标语 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 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 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 而是应当实行他们所谓的社会改革 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 很明显这些人就是要千方百计的 破坏我们工作重点的转移 我们如果对这些严重现象熟视无睹 那我们的各级党政机关都只有被他们困扰的 无法进行工作 还有什么可能考虑四个现代化呢 为了撒住西单墙引起的这股浪潮 3月29日政府逮捕了魏京生 4月4日又逮捕了任婉厅 同时还逮捕了带领上访人员闹事的傅月华 傅月华是一位受害女工 她为自己的合法权利上访 后来被判了刑 当时采访这个案件的一位记者说 傅月华案是一件冤案 各地也相继逮捕了一些人 10月16日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院审理了探索主编魏京生一案 公诉人称 魏京生除了主办自发刊物 进行反革命煽动以外 还在1979年2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进行自卫反击战 开始后的第四天 向外国人提供了我国参战指挥员的姓名 出兵数目 战斗进程和伤亡人数等军事情报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第二条 第六条和第十七条的规定 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15年 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3年 对于逮捕魏京生 胡耀邦曾经有不同的意见 他说 奉劝同志们 不要抓人来斗 更不要抓人来关 大凡敢提出这样问题的人 恐怕不在乎做监牢 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 现在还不写检讨 还要绝食抗议 你们别以为他怕死 相反 他想快点死 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 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1979年12月6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又发出通告 对在北京市张贴大字报做出暂停规定 通告中说 为了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 维护社会秩序 便于处理大字报提出的建议和合理要求 防止匿名化名者利用大字报进行违法活动 规定自12月8日起 实行对大字报的管理规定 即凡在自己所的单位以外 张贴的大字报包括小字报 一律集中到乐团公园内大字报张贴处 并且在附近登记处填报真实姓名 化名 住址和单位 禁止在西单墙以及其他地方张贴 这期间在群众中出现了一些议论 认为大明大放 大字报大辩论 这四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给予人民的权利 为什么对写大字报的人 采取如此压制的手段 在政治权利高度集中的制度下 一旦宪法束缚了最高执政者的手脚 他们就要修改宪法 1980年3月23日到29日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 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45条 取消四大 同年8月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 从此在中国盛行了30年的大字报 就再不合法了 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制度上 对毛泽东全盘继承 因此要确立四项基本原则 又要在经济制度上进行改革 对毛泽东的功过 必须有一个全党同意的结论 1980年8月21日 邓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 法拉奇提出第一个问题是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 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明快干脆的回答 永远保留下去 他接着说 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 做客观评价 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 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在回答法拉奇问题的时候 邓小平正在主持起草一个重要文件 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做一个结论 这个文件就是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 从1979年11月开始 在邓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 中共中央开始起草这个文件 在整个起草的过程中 邓小平先后发表了十次谈话 详尽地谈了他的看法 后来又交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进行讨论 又在不同范围内征求意见 经过七次修改才定稿 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 前后历时19个月 这么多的高级干部讨论的过程 是取得共识的过程 所以对毛泽东的总结 不可能是历史的最终总结 只能是当代领导干部 都能够接受的折中意见 为什么邓小平花这么大的精力 来评价毛泽东 因为中国要前进 绕不过毛泽东这座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一些人还要全盘继承毛泽东的一切 虽然批评了两个凡事 但是持这种看法的人还是有不少 另外一些人却要全面否定毛泽东 对毛泽东搞两个凡事 会阻碍中国前进的道路 全盘否定毛泽东 就等于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就会进一步的否定中国共产党 就会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如果不做一个权威性的结论 在党内外就可能会造成 旷日持久的大争论 在起草这个历史问题的决议时 有人提出废弃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提出这个问题是有理由的 毛泽东思想是四十年代提出来的 当时提出毛泽东思想 一是针对共产国际 其意义是中国不必围绕着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指挥棒来转 中国有自己的方针路线 走独立自主的路 二是受了当时苏联个人崇拜的影响 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后来考虑到突然提出废弃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可能会造成较大的社会震动 决定不废弃毛泽东思想提法 而是将毛泽东思想重新加以解释 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区别开来 前者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把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 毛泽东晚年的作为也违背了毛泽东思想 显然这是一种高超的政治艺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长达三万八千字 这个决议把毛泽东分为了两个阶段 晚年的毛泽东和晚年以前的毛泽东 晚年是指搞文化大革命以后 晚年的毛泽东是犯了严重错误的 但在晚年以前的毛泽东则是光辉的 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 晚年犯了错误 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 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 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从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六个方面 重新做了阐述 当然这些阐述是根据新的需要而进行选择的 例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 没有提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这三面红旗 而强调了论人民民主专政 论十大关系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内容 对上述六个方面进行阐述之后 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是贯穿于上述各个部分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 他们有一个基本方面 即实事求是 群众路线 独立自主 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中国不能像苏联否定斯大林那样 否定毛泽东 这不仅是毛泽东同一代的革命领导人还健在 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 不仅是毛泽东思想中的确有一些合理的成分 不仅是否定了毛泽东后造成的理论真空 一时难以填补 而是邓小平还需要毛泽东这把刀子 这把刀子是中国共产党的振国之宝 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 决议对1957年的反右斗争持肯定的态度 在整风过程中 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趁机鼓吹索备大鸣大放 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 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 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当然决议也承认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 决议强调了人民民主专政和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 但是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 这位今后向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进行反击 留下了理论空间 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的晚年 肯定了毛泽东的一生 否定了毛泽东的经济遗产 继承了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和制度遗产 这是当时各种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 对毛泽东遗产这样的继承 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可以继续单兵突进 毛泽东留下的两个问题 政治上缺乏民主 经济上过度贫困 邓小平努力解决了后者 却绕过了前者 欢迎继续收听第八节 大平反大改组